白医生 小光醒了 我是来跟你道歉的 徐医生讲了 你跟小光的事 徐医生这个大嘴巴子 他跟你说什么了 他说了小光的病情 和你的不放弃 身为医生的你 还有身为患者的小光 从来没有放弃过 才能迎接一次一次的不可能 我很敬佩你的坚持还有勇气 也为之前对你的误解跟你道歉 所以 你是想认同我的观念 还是想再次说服我认同你的观念 人的观念 是在漫长的人生经历中形成的 一旦形成 其实很难改变 没错 通俗来说 可我改不了迟迟 所以 我并不打算偷向 也不会像之前一样 继续说服你 我只是来表达我的敬意 虽然我不认同 但我理解你的观念 也尊重你的选择 最近发生了很多事 大大颠覆了我对你的看法 虽然我并不认同你的观念 但我觉得我们是同一类人 咱们可以求同存异 放弃对抗 一起去帮助更多的病患 你说了这么多我还是认为 所以我的观念才是对的 求同存异吧 我要去嘲讽了 小光之前跟我说 你骑车的时候很酷 你要是有时间多去看看他 跟他聊聊摩托车 我会的 也不知道这孩子什么审美 我会想起来 你不想起来 你不想起来 有机会 我会想起来 你不想起来